变形金刚里那些曾经强的离谱的战士 可惜如今都已垂垂老影 第一位 长老 别以为他只是一个管家机器人 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单手掰弯了十字线的手指头 长老作为头领战士 他可以变成人形来节约自己的能源 减缓自己老化的速度 他不缩减体型的话就会像斗牛犬那样已经老得掉炸了 第二位 同温层 汽车人里唯一一个具备飞行能力的后勤战士 作为昔日的空中霸主 看看他与其他变形金刚的体型对比就知道 就连老大擎天柱都比他矮三倍多 可以想象颠峰期的他到底有多恐怖 一巴掌就能拍死个红蜘蛛 打罢天虎就跟打蚊子一样 但如今他实在是太老了 不仅零件老化生锈的严重 飞行的时候还框框松动 真怕他中途坠机 因此他在变弃中没有参与决战 只能做做运送战友的工作 第三位 天火 他作为堕落金刚最早期的追随者之一 已经存活了万年之久 由于他见识到了堕落金刚的冷血残暴 于是选择了气暗透明 别看天火现在走路都要主管账 但收拾几个小卡拉米他还是可以的 并且他现在还能使用空间跳跃的技能 可见他的火种还蕴藏着多么强大的能量 年轻的他绝对不亚于现在的擎天柱劳大